刚才医院发了消息 今天乐乐早上还是没有拉爸爸 刚才薛薛要给他灌了一只场 这一次就顺利的拉出来一大坨爸爸 今天本来薛薛是放假的 但是他帮我再打包 真是非常感谢啦 我现在就准备去医院 你不去的哈 你在家等妈妈 小狗狗不能去了 那里的小妈咪会害怕 乖啊 哎呦 妈妈都睡成什么样子了 嗯 太懒了啊 等会儿会看一下情况 可能还会留多一天吧 明天再给他带回来 小宝怎么这么可爱的 还露着一条小睡觉 可爱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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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可以带回去是吧 嗯 太好了 就刚才你给他灌那一次已经大部分出来了是吧 就是拍片剩下的那一节了 那完蛋了 我现在没有带那个 不过他可以抱回去了 我不行 从这边去拿一下 我 我就觉得他在这稍微还是有点害怕 行 结果放出来他才能走 不然他就坐在这个笼子里 好 来啦 看啦 来 哪里呢 弟弟 哎呦 谁来了 给他耳朵洗了 毛疏了 来啦 来啦 下来了 快来 要不要回家 妈妈给小饼干 快来 快来回家 回家了好不好 他现在走路吗 可能走路吗 走要走的 出来他要走 但是他在里面他就要活 叮 妈妈给小饼干 快来小饼干 快来 下来了 自己下来 妈妈给小饼干要去吗 来啦 那我们待会回家 妈妈接回家好不好 来 住上瘾了在这里 嗯 白吃白喝 要吃吗 他不爱吃鸡熊肉 哦 他不爱吃鸡熊肉 他要吃科技鱼很活 那 定呢 定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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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你走两步 妈妈看还没有功倍 看那个照片 拉了挺多的 是啊 一股石臭味 对啊 要不这个也会出问题 爸爸中毒怎么办 对 他严重的那种便秘 他会血很高 对啊 这个是对他的尿路有好处的 每天吃一包 我还拿了一堆东西来 我说他今天如果不能回去 我觉得这可以回去了 他在这还是要窝笼这里 嗯 我放他就在他回中 但是他一直在找地方 跟他想想躲起来 哦 一点 回家也行 嗯 回家人家就吃 因为他今天在这肯定在这也不用怪党了 嗯 回家吃药 吃家里乳果糖有吧 乳果糖有的 我还带来了 医生菌我很少给他吃 哦 医生菌是要吃的 可以给他吃 然后我再给他开点其他粒 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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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那个如果糖是长期给他吃还是谁啊 那后面大便正糖了 可以糖水给他停掉 哦 因为他也容易拉肚子 目前这段时间给他吃 嗯嗯嗯 他如果是大便很心很心 可以去量减量 他只要把那一坨大的 在排出来 基本上像那么大一坨 基本上排出来 后面就没事了 嗯 因为我手已经够不到那一坨大了 嗯嗯嗯 他只要继续吃饭 应该推得出来的 要流动的 对 丁 走了回家呢走 就这样回去算了好不好 哈哈哈 就怕他躲到椅子下面 是的 才会逃不出来 要借一个航空箱吧 反正还要来绝育了 哦行 还要带那个猫来绝育 我来找一个 大一点 嗯 回家放心 他在这我觉得他要躲 对 他也怕他尿壁 他如果应急的话 对对对 行 那去拿一个航空箱 我现在反正如果 他能顺利排 我觉得问题不大 嗯 今天他倒完之后 还排出来一个分球 没多大 然后屁股呢会流 有那种鞋 哦 可能是被软化的 对对对 没关系的 他只要能拉出来 不堵的那么厉害 你看他现在愿意这样做了 他前两天他根本不会这样做的 他一直要躺地上 就趴着 哦他不舒服嘛 嗯 妈你吃不吃挑挑 妈妈也挑挑 他喜欢吃这个 嗯 那再吃一根条吧 那再吃一根条就回家 来了 来了 快 下来吃 不安全 他觉得不安全 外面不安全 对对 不要离开那个炉子 我给他放在走廊 你也搭回这 嗯 他可喜欢了 你放在走廊 他喜欢当医生 要去查房的 你别搞了 待会又拉肚子了 他真的他一不小心 他就会 要拉肚子 便秘的 所以就是很难掌控他的那个 好了 吃半条就好了 吃半条 然后真的又拉肚子了 把前面这一点吃了 好了 回家当小猫 超胖 嗯 你不要回家 不要躲起来 那快点 米老板的 不怕不怕 不怕 弟弟 可能对小姐姐有一点敏感了 是吧 屁股毛哥跟我提 哈哈哈哈 难怪鸡丑了 嗯 鸡上丑了 鞋在他的小本本啦 肯定是 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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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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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家呢 嗯 这个还蛮好的 不像你看到外面是不是 但是其实呢 如果 像我是近嘛 然后 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去远一点的地方 还是要盖一个毯子 这样他会容易应急 嗯 回家 走了 嗯 我怎么闻到臭味了 你拉爸爸了是吧 嗯 大家再清理了 这是要是吧 对 什么情况下去 嗯 这两天都给他吃 嗯 一天三次一次一片 嗯 然后饭前半小时吃 嗯 嗯 就尽量饭前 嗯 嗯 好的 今天已经吃过了 好的 晚上给他吃一次 晚上吃一次就好了 嗯 好啦 别哼了 不要出来啊 回家再出来好不好 嗯 好了走了走了 很重的 哎 行啊 走走走 走走 你去不去 我先去把车开上来 好 车停了庭院了 好 好小乐 行啦 没事啦 你看人家都来看你了 嗯 喳喳 感觉我我们家那个菊大长大了就是早早这个样子 对 应该挺大的 对 好了好了好了 我去开车哈 好 不然说好了我在楼下倒 结果这个小子在上面又拉爸爸了 把车先填在路边上去看一下 太好了 从现场发来的图片发现 好像肚子里面的那几土都拉出来了 存货全部拉出来了 行到我走了啊 好 我问你再联系 好的好的 拜拜 预祝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明年见 拜拜 把车停在路边了 好了回家了 点 嗯 回去了 嗯 好了 不能乱动了啊 嗯 嗯 好了回家了回家了 还叫啊 连车里面都是你的爸爸喂啊 哈哈 能拉出来就是好事 啊我们回家了 嗯 嗯 马上到家了 以后你要好好地拉爸爸知道吗 多吃要多拉才行啊 光吃不拉就得来医院 是不是 哇整个车都是 哈哈 都是菊花香啊 好了 嗯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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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爹你要庆祝一下 就是你把库存全部留在了2023里 哈 哈哈 值得庆祝 即将在火壁跟火壁所转 哎 现在他准备了 好了 我先看一下 皮 那个脏了没有 阿赞你别来啊 阿赞 阿赞 我知道你关心乐乐 但是你不能这样 来你先起来 阿赞你先起来 爹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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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爹爹 你别追他 你别追他 阿赞 你别追他 阿赞 对 让他自己搬一下 这个包包先放在这里 到时候要带朵朵去绝育的时候 再拿回去还 朵朵饿了 嗯 要弄吃了给你好不好 热 好不好 吃饭饭 嗯 现在走路背也不攻了 就是可能因为被捅了菊花 所以后腿还是有一点点的没有力气 精神疼也好了很多 嗯 他在冬吃了 回来啦 好回来 我们去吃饭 走 爹爹回来之后 主动到一楼来了 看来精神是好了不少 这两天肯定也很辛苦了 需要好地休息一下 刚才爷爷主动吃了不少东西 希望新的一年 所有的猫孩子们都下水到通畅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小小猫咪都跑下来了呢 好厉害呀 哇 喜欢猫咪狗狗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给我们留言哦 那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哎呦 小宝宝上小宝宝的厕所 小宝宝 小宝宝